我公司那边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这是你家 妈 你是不是特后悔 我从来就没有后悔过 难以割舍的养育之恩 师妈做错了 可是你对哥哥已经够好的了 哥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哥 我想你了 无法切断的血缘亲情 我不指望你原谅我 我只是想知道 为什么就是我呢 我害了你们一家人 你不让我去坐牢吧 当真相揭晓 他们能否拨开迷雾 找到回家路 你是妈妈他们的孩子 我因为工作的原因 要离开这里 你回家里住吧 敬请期待《方圆巨镇》 三集迷你剧 何处是归途 下集 他说他人是不是以前 把那个房东的玩儿保持走了 现在还是把那个房东还回来 我们家小灰是走丢过 已经找回来了 他做腰伤 这一块伤疤 是为我不小心烫的 这个是咱们家的孩子 那小灰是谁呀 妈你看你为我婚礼忙前忙后的 头发都白了 这是家河 郑家河 你不是我亲生的 我偷了别人家的孩子 这件事情在妈心里憋了二十几年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呢 我不想再骗你了 你亲生爸妈在城里 你去找他们吧 这位是郑家河 你也有个伤疤 为什么你们都有伤疤 你可不可以不要告我妈呀 知不知道 当时你被抱走之后 她都经历了什么 你好好看看她 她才是你妈 我给你看一下东西 这是你小时候 是 你妈给我的 妈 我要回来了 项目出了点问题 什么时候 我今天就回来 家河 晚上你住外婆家 你在这儿陪家河吧 我回去给小灰做饭 人子 你回来了 爸告诉你 怎么了呀 家里出事了 我们才是你的家人 家河 你们能不能别喝呀我 妈 你们别打了 她是我儿子 小灰 走 跟妈回家 走 跟妈回家 对 好 要 我得出了 这 açıl�� 就好 你的管» 你还能够睡觉 我会儿 się 你自己的可爱 我 matt 你可爱 你们可能 którego 我把这个事告诉你 那我到底是谁 我今天准备回去 回去 我老家还有工作 你留下吧 我不住这儿 我真的要回去 我公司那边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小慧 这是你家 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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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主 我和你妈送我去车站吧 不用吧 师父 汽车在哪里 慢点啊 姐 老太太现在真是老欢笑啊 什么我老欢笑啊 她要走 你们就不能留一下她呀 这一走 这还能回来吗 是 是 是 我说错了 但是啊 那个记者昨天给我打了电话了 说让我提醒你们俩 最好啊 还是去做一个亲子鉴定吧 那做什么亲子鉴定啊 你看样子你还看不出来啊 这能有错吗 妈 你知道什么呀 做一个亲子鉴定 那是为了保险 说得也是啊 当初要是小灰报过来的时候 做个亲子鉴定 她也不会像现在这个一样啊 是啊 犯罪嫌疑人交代 这个孩子是她从一个保姆手里买到的 保姆叫什么名字 有没有照片 没有照片 他的具体名字我们也不清楚 不过他的供述和你们的描述基本一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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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 你就睡这儿啊 事情太多了 事情太多 就不回家 还跟人家芳芳吵架 说好的 跟人家父母见面也不见了 是不是连婚都不想结了 是不是芳芳找你了 我还从来没来过 你这个办公室呢 真气派 妈 你是不是特后悔啊 后悔什么 你当初为了我放弃了 培训升职的机会 后来我高考 你又在我学校附近 来给我陪读 你为我付出了这么多 可是结果呢 结果什么 结果 我儿子这么优秀啊 我从来就没有后悔过 你从小到大那么懂事 也没让我操太多心 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 儿子 人生的路 还得靠自己去走 和芳芳父母的见面 你必须得去 除非 你不认我这个妈 除非 你不认我这个妈 妈对不起你 是妈做错了 就要承担好过 可是你对哥哥已经够好的了 再好也没用 因为一开始我就错了 这儿你要记住 千万不能想办法 我怎么在这儿 大家都知道 你能不能改变 我也不认为 我有一次 modular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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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灰开车去了 就在这儿等着 佳和有没有给你发信息呀 没有 对了 等会儿当着小灰的面可千万别提家福啊 这孩子心里已经够难受了 知道 走 我们很喜欢小灰 你们教育得好啊 小灰这孩子啊 从小就懂事儿 没让我们操什么心 大涛 还是你们教育得好啊 惭愧啊 小灰 才能有今天的成绩 都回了她自个儿了 还有她妈妈 这些年也得照顾 她妈妈 对她是真心得好啊 可是佳和 佳和是谁啊 好 来 我提个意啊 我们一起取杯 我敬大家会儿 我敬大家会儿 来来来 一起 陶建国 你今天怎么回事儿 他跟你说了让你别提佳和 是的是很不好意思啊 我是 我是太担心儿子了 所以一时口快 对不起啊 妈 我们走 小灰 刚才是爸爸不好啊 爸爸 不应该提佳和 你别放在心上了 陶建国 我忍你很久了 你要是看不惯我 你可以不来 你说什么呢 小灰 我就是要把心里话说出来 我妈对你怎么了 你当初说走就走 你知道我们两个有多困难吗 小灰 我知道这么多年 你和你妈过得很不容易 是爸 是爸对不起你 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 是爸 我当初保送研究生都没去 就是不想让我妈太辛苦 我想努力赚钱 证明给你看 没有你我们两个可以过得更好 小灰更了 我就要说 陶建国 你说得对 我的一切都是靠我自己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根本就不配做我爸 没想到 我原来真和你们没关系 我根本就不是你们的孩子 小灰 小灰 老板 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今天晚上 住外婆家 外婆家 外婆生病了 没有 是 他是我儿子 这是你家的 你根本就不配做话 家和 哥 咋没吃饭啊 家和 还是吃点吧给你带回来了 对呀 吃点吧嘛 家和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你还是把饭吃了吧 家和 家和 你小子运气也太好了 你知不知道 你妈给你买的房子都涨价了 对了 我给你介绍的女孩觉得怎么样啊 哪个女孩 我表妹介绍给家和的 你看 长得特漂亮 都不介绍给我 你也太不够哥们了 你家有房子吗 兄弟 别操心了 我没兴趣 要不介绍给我 介绍给我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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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我哥已经回来了 那他现在在哪儿啊 好好好 我知道了 妈 爸 记者说 我哥几天前就已经回来了 回来了 回哪儿了 我也不知道啊 这电话也不接 信息也不回的 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明知道我们着急 这能去哪儿啊这 再这么说 也应该跟家里说一声 要咱们去看看吧 别别别 他这么大个人了 他还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呀 妈 说了不许去就不许去 一会儿啊 咱去厂里看看 别让你妈知道啊 来 先吃饭 芳芳 那就拜托你了啊 怎么说啊 孩子在哪儿啊 芳芳陪着她 我到底坐在哪儿了啊 这么多年 我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她 生怕她再受到一丁点伤害 没想到啊 没想到啊 我还要居然动手打了她 对不起了 是 所以很方便的 就在前面 就在前面 快到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是我老婆和我儿子 她叫李小菊 行 你们先聊着 这家里的事就不是事啊 那我倒是吧 要乖哟 来 七个 七个 乖 怎么了 孩子 不接了 被人抱走了 被人抱走了 来 您有没有见过这个孩子 我们见过了 走 去全面看的 走 拜拜 孩子 孩子 你叫桃辉 小明啊 叫飞飞 知道吗 我是妈妈 我是你爸爸 我是你爸爸 爸爸 我想自己去学校 你妈妈知道了 会不高兴的 你别告诉她去学校呗 你别告诉她去学校呗 行吧 那你自己过马路 小心点啊 知道了吧 去吧 爸爸 再见 哎 你今天为什么没把儿子送学校 你今天为什么没把儿子送学校 送了啊 送了 你怎么送的 就怎么送的呀 隔壁里姐都看见了 你把儿子送到马路对面就走了 不就是过个马路嘛 有什么关系啊 你是不是忘了 咱们儿子是有多不容易才找回来的 你让他自己过马路 那万一要是 万一万一 哪那么多万一啊 你 要不是你把那个保姆找回来 我儿子能丢吗 你呀 能不能不要那么深精致 孩子都十岁了 他过过马路多正常一个事啊 我的儿子就是不可以 你 你呀 照这样下去 只会害了儿子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我害了他 陶建国 保姆是谁找回来的 是谁让我的儿子 在外面丢了三年 你能不能不要再提这个事 是不是要提一辈子 你根本就不配错的办法 我不配 那你就去找个配的吧 我真的睡够了 你每天就是指责 那么不信任 你不累吗 我累 离婚吧 好 这么多年 是我 对不起你啊 老板 再拿一瓶啤酒 佳和 喝点 我去 再拿一瓶 这是你吗 佳和 来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表妹小婷 在线药厂工作 这是郑佳和 叫哥 哥哥好 来 赶紧坐 坐坐坐 快坐 喝酒 我不会喝酒 不会喝酒 你来干吗 少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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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太多了 干了 太多了吧 喝不了就走吧 反正不就是看上我家房子了吗 表妹 表妹 郑佳和 你什么意思啊 我好心好意给你介绍女朋友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你那么生气干什么呀 我没说错呀 我说的是实话呀 你真当你自己了不起了是吧 我是看你平时老实 就你那个家庭状况 我家怎么了 我家怎么了 谁不知道啊 谁不知道啊 你 你 你妈摆地摊 你爸 喝了酒就打老婆 我看你跟你爸也差不多 你打我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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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加油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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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别打了 别打了 来 别打了 加油 打我呀 加油 你打我呀 来 瞧瞧瞧 你打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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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 爸 你没事儿 爸 爸 回来 怎么会是受伤了 怎么弄的 我先回场里了 夏和 我知道 你心里有气 今天我就把事情 原原本本跟你说 我不指望你原谅我 我只是想知道 为什么就是我呢 你还就知道我说我说 我跟你说 我连这个月子去是不是 你不小心 说话怎么这么难去 他都有了几个我来 慢着跟你两个说 慢着说 我两个跟你说 我跟你说 你这次来不给我们 生个日子的话 你就从哪儿来 就从哪儿去 在怀上这个孩子之前 我已经掉了三个孩子 我也很害怕 我生孩子的时候 郑光彩在城里打工 没过多久 孩子发高烧 死了 我很害怕 很害怕 怕他们不要了 我就跑了 这地方空气好 跑进城里 我想躲起来 让他们都找不到我 结果 我却看到了你 你的眼睛又大又远 你抓着我就不放手 我抱着你 就想起了我自己的儿子 你不然 你要是佳格都好呀 你就那么看着我 每次我一叫你的名字 你就那么看着我 当时我什么也没想 我就想带你回家 因为你是我的儿子 我抱着你 一直跑 一直跑 一直跑回老家 佳和 佳和 是我做错了 我害了你 我害了你们一家人 你们让我去坐牢吧 让我去牢里赎罪 反正我也活不成了 妈 你这是说什么呢 活到了爱城 肝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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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 这都睡二点了 早点睡吧 嘉禾给你回信息了吗 小灰也没有 孩子们都那么大了 有些事真的需要时间 你早点睡吧啊 注意身体 你都没有工夫 你不肯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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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挑嘴 也就我给你熬的清淡稀饭呢 你才会喝 那是因为我怕你 是 从小你就怕我 你呢 别怪你妈 她就是太胆小了 也是因为我没照顾好她 她才会这样 我从小是没爸 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爸 对不起了 你对佳燕就不一样 因为我知道佳燕 她不会离开我 你妈呢 也是想尽各种办法 把你留在身边 但让我知道 你早晚有一天哪 要离开我们 我老子 我老子 你们都长大了 你妈呀 她照顾了一辈子 现在 也该是我还她的时候了 以后呢 你想去哪儿啊 就去吧 别担心 别担心 回家吧 亲子鉴定的结果出来了 你是妈妈他们的孩子 他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轨迹 你恨他吗 我恨不起来 那你接下来怎么办 我不知道 你呢 去找你亲生父母吗 我也不知道 以后再说吧 我因为工作的原因 要离开这里了 你回家里住吧 妈妈很想你 孩子们有没有说什么就回来 没有 小灰的信心 小灰的信心 回到家之后 我想了很久 我常常想起小时候 你们带我去动物园 去游乐场 去旅行 妈 你给我的全是美好快乐的回忆 虽然我们家 贪不上富裕 但你还是竭尽全力地爱我 保护我 让我接受最好的教育 我非常感恩 虽然我已经不记得 这童年的遭遇了 但我依然是幸运的 我能遇到你 和爸 我告诉了方方这件事 她吃惊的样子 真的很好笑 她问我要不要去寻找 亲生父母 妈 我想问你 我需要去寻找他们吗 妈 我这几天也在想家和我 我想到她的生活 心里很痛苦 我知道你一定和我 有一样的感受 我想到她在得知真相之后的重创 应该不会比我小 那她又怎样重新看待身边的人 怎样看待自己 怎样重新找到回家的路呢 妈 未来我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 会离开一段时间 但请你相信我 一定会回来 因为 我是你的儿子 你 永远是我的妈 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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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儿子 回来就好 爸 妈 那个 我妈想跟你们当面道个歉 妈 你慢点 你慢点 好 行行行 什么事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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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我儿子 这位是郑家和 也有个伤疤 看见你藏在柜子里的东西了 那才是你的儿子 没上过学 那我有什么错呀 没错 孩子 这个是咱们家的孩子 那小灰是谁呀 哥 佳颜 你别着急啊 我很快回来 我们才是你的家人 不能回去 你们能不能 别管我 小灰 别打了 他是我儿子 他别打了 我不是你儿子 妈 他到底是谁呀 他是我儿子 你知不知道 当身体被暴走之后 他都经历了什么 亲子鉴定的结果出来了 他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危机 这件事情在妈心里憋了二十几年 我宁愿 你一直没有告诉我 我会扶行 你的勇俄 你这些人 我才有告诉你 你对我这样 我 是